來自南投的親愛愛樂弦樂團 精湛的演出 在維也納國際青少年音樂節 勇奪弦樂組世界第一 因為我們帶孩子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他們說 重點不是在比賽 是在分享音樂 所以成績公布的時候 他們都很淡定 的確此行對孩子們而言 分享交流的意義更重大 在街頭演奏 也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每次拉完琴 大家都會問 Where are you from? 當你可以告訴別人 問題是從台灣來的時候 那一種感動 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這項音樂節 今年共有2000多人參加 其中有6個弦樂團 都是經過評審挑選後 才能進入競賽 親愛愛樂奪冠消息 傳回母校 親愛國小 學弟妹們都育有榮焉 開心 驚嚇到 很開心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得到第一名 有一個生命的舞台 讓他們充分發揮 對音樂的發展 我覺得非常的棒 親愛愛樂 行樂團團員 都是親愛國小學生 或畢業校友 家裡多半在部落裡 從事農耕 家境並不好 一對孫子都是團員的 神谷靜香女士 很開心也很感恩 他們是很多很多 三星人士的幫忙 然後成就他們這一趟 親愛國小 許多孩子們聽到學長姐的榮耀 都說自己也要像他們一樣 更加緊學習 爭取下次的世界第一 大愛新聞 張國燈 蔡玉凱 南投報導 太高了 太高了